美鳳 王宏 美鳳 王宏 歡迎收看WebTV 網羅大明星 大家好 我是屏蔽王宏 我是羅玉 在我們旁邊的是 劉錫君 先不要讓他打招呼 先聽唱歌 OK 紅歌先裡面去了解 我才不會難過 別太想看我 有什麼要不過 誰說我不能喝 我喝的不是走多 走路有點緊迫 也比你唱得多 我還是很快樂 很快樂 妳是廣東的客家人 特別有一種 熟悉的感覺 我是客家人 所以聽說妳是客家人 用客家話跟我們問候一下 太敢好 哪些流行的 對妳的名字印象很深刻 真的 怎麼會想到習君 這是我本名 很多人以為他是 就很像 因為他很文藝 蠻文藝的感覺 好像在思念某個人的感覺 我猜有可能是因為 爸爸媽媽可能很喜歡鄧麗君 然後愛惜鄧麗君的歌聲 還是他的作詞 我們以為是跟鄧麗君 天后有關 但其實我覺得就很有趣 既然聊到鄧麗君呢 我們有個考驗 我們都是聽鄧麗君的歌長大的 一人一首 挑一首 遠時光重重流去 天啊 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願感染你的情形 也來想 我為你歌唱 哇飄這裡的感覺很好 也來想 我為你思量 所以我也覺得 哇飄這個不是 為我嗎 我還不噁心 我愛你 也不噁心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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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情意 不變 其實我是發過一張鄧麗君的翻唱的專輯 是我的第三張專輯 我的那張專輯名字叫西君 其實當然當時小的時候起名 並不是因為這個 但是我覺得就是緣分 因為其實我從小聽的話 也是聽鄧麗君的歌長大 然後他對我來講算是一個 啟蒙的作用 影響我的一些唱歌的方式 情感的一些表達的方式 我覺得都有 既然通過考驗對不對 我們就讓他可以打歌 先跟大家介紹我的新專輯好了 因為我的新專輯名字叫做如我 這次是請的是郭鼎和鄭南 分別擔當這樣專輯一半的 各自一半的一個製作人 一開始的時候會嘗試請歌的東西 因為那個時候也是新人 然後唱的 就請歌的東西比較多一些 這一張他終於就是寫了一些 他真的想讓我去嘗試的一些新的風格 比如說有一首歌叫浪鯉魚 對浪鯉魚 他那個前面主歌跟副歌的 音用的還有和弦跑得很特別 不如這樣我們就先來 好不好 來一下好不好 這一段 我又從從了疑問 我又怎麼要混不受身 若是自尊也失了分寸 我在當理由 你在當理由 誰在當理由 你想都是我的 接下來我們就要一個大考驗 這首歌是專輯裡面的一首歌叫做 試睡障 但是今天我們沒有辦法讓你好好唱 我們要用三倍速度 他還挺快的 我才不累 因為喝喝咖啡 所以想睡 想起你在山上的鴨水 以為我會想起誰 所以誰永遠不陪 好快啊 來來來 非常陌生的經歷 肥福了手心一杯 想你是方位 夢中是氣味 夢裡是因為 沒有因為 每當我深醉 所有經驗 莫解的碎片 在夢裡面依然完美 必須要說一首好歌 當你加快速度之後 還是好聽 因為唱歌其實有時候情緒 你可以很甜蜜溫柔 但我覺得想要挖掘你那個 比較歇斯底里那個部分 或是比較潛意識的 或是很 庞放的地方 你喜歡周杰倫嗎 我喜歡 你喜歡他哪一首歌 那個風格跟你差蠻多的 但因為上學的時候就大家都聽他 好好吧 那你選一首歌 他很多歌都很好聽 但是我特別特別喜歡他的 《龍泉風》 哇 但重點是 你必須要用不同的情緒來演藝 對 就開心 憤怒嘛 悲傷好不好 開心 龍泉風 愛情來的太快就像龍泉風 離不開暴風 出來不及到 我不能再想 我不能再想 我不 我不 我不能 悲傷 安心走得太快就像龍泉風 不能說說我 你無可多 我不要再想 我不要再想 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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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 不要再想 想 你 我就覺得我們把這首歌毀掉了 不好意思喔 結尾 所以我們只是在考驗歌手的演藝的能力 這歌還是很棒 表示呢 西俊的真的情緒的演藝還是蠻到位的 專輯裡面我真的也很愛一首歌 同一件事 這件事呢 這首歌我聽好幾遍 對 很好聽那一首歌 而且這首歌應該是我錄網羅以來 和弦最複雜的一首歌 這首歌講的其實就是 其實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 形態不一樣 但它講的可能都是一個東西 比如說就像剛剛唱龍泉風 我們可能一首歌 但是可以唱出很多不同的情緒 喔 都是同一件事 都是同一件事情 對 而且事情有兩面 怎樣才選 多數不同彼 別即着選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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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子或殘忍 心差不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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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喜歡我們的節目呢 記得分享 按讚 讓更多的人呢 聽見喜劇的好聲音 好音樂 如果想看見我們網絡大明星呢 我們首播呢 會在我們LOVE的平台 請下載APP 我們下次再見網絡大明星 成功 謝謝 我是王彥薇 快點 我點在我 我點在我 你們的愛 你我也有 我點在我的愛 我點在我 的愛 我看你 都不得你 那個男人 在你的愛 我看你 我看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